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有可能 或是被夏代苏他们恐吓 夏代苏和中简 因为夏代苏和中简一直是勾结的关系 而且是很长久的 你觉得台湾还有希望吗 政治变成这样子 然后贪官还有奸商都勾结 导致楼宇坍塌 还有一些严重问题 当然没有人希望看见这样子 但是现在事实是这样子 就是像夏家就是为了杀人要夺财 然后官方也配合他 这样就是腐败政府的表现 你觉得台湾政府这样还有希望吗 这么腐败 那人民怎么生活呢 对啊 对啊 人民生活困苦 而且官方都不理百姓 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只顾着自己要捞多少钱 所以现在就很多人自杀 还有全家自杀什么 因为本来官方就应该好像地方父母 结果他们不尽责 只顾着自己玩乐 也不顾百姓 那你觉得台湾还有希望吗 这样子腐败 然后人民生活那么困苦 我还是呼吁人民大家要祷告神啊 神也说会给台湾希望 不会放弃台湾 只是可能要一些时间啊 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就是神会有神的安排 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谢不谢 应当应当 一些人开始在问 这个三件客怎么都不见了 怎么都看不见他们 也听不到他们发言了 他们可能被禁言了吧 可能那个中检会说他们好像是煽动民众啊 什么这种 你知道中检都是乱家罪名给人的 就是总是要想陷害别人 那不是陷害中粮吗 你想他们网络也会被查封吗 也有可能啊 在美国也是 好像我2019年被打伤之后 我网络全部都被查封了 我都不可以跟外界有什么接触了 我写了很多的信去骂那些人 说打人的人有自由 被打的人没自由 你看最近又很多人自杀了 对啊 现在社会都是帮助恶霸 强奸犯 杀人犯 结果好人都都被恐吓了 对啊 而且下代数也可能 像下代数恐吓彬彬老师要伤害他们全家 也有可能会恐吓到三剑客啊 对不对 而且他们 你看他们也把我的手机弄坏了 什么 也搞很多事 那我们怎么办啊 现在社会动荡这样子 这么乱 我们还是要继续祷告神 神还是有办法的 而且神已经答应我们要出手了 所以给神一点时间吧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